梦想快診斜 你驕著幸福的快車出現 最適合她聽到 《幸福的快車》 因為這首歌 就是我和她 第一次進去 樂園那裡玩 她又陪我一起拍MV 看到了我的過程 我不知道她認不認識 但當她知道 我現在有時會唱這首歌給她聽 她都定下來聽 有時電視機會播個MV 她本來正在玩 她都在聽這首歌 所以直覺上我覺得她知道 這首歌是我唱的